我們現在就是在隔夜好門 這個校園裡面我們有看到這個 一個是杜聰明大道 這是史懷澤大道 這條就是杜聰明大道的通向自由之路 這個網球場 有看到對面有一個汽車旅館 叫微風琴 也有看到很多建築物 現在在大新土木 聽說有停車場 不怪學生 在憤怒 聽說這都沾過去南河新產公司有關 不然聽說我們客船的家族第三代 現在去做一些率明 這做得很好 還有這間校 但是這個當事不會 看起來真的讓我們覺得很質疑 南河新產聽說已經不出來了 不知是 不然聽我說成家 去做一些率明 都沒有了 不怪學生在憤怒 大家看對面有一個套房招租 附家具設備 24小時專人看管招租的對象 就要判定是隔衣的醫護人員 教職員 學生 可以說 我們已經 不怪學生 你想去 這土地 本來 過去 在這個 要去學校 以前 聽說都是這個 隔衣的校地 聽說現在都賣人了 為什麼這校地 可以賣 我覺得這實在是 彈家 應該出來說明比較對 因為這關係學生的權益 還有學校好的教職員生 都有受到影響 有看到 這就是 上面 套房招租 還有姓林第三學社 這是什麼我哥 姓林第三學社 那意思是學校 學生的所持有關 不用吃 所以我們最近 明報在下新聞 很多人說 應該來看看周遭 隔夜校地 本來是 到底是南河新 還是學校 還是什麼 不算 撇步啊 有辦法變校地 變失產 還是什麼政行 我們375建築的時候 這不是都應該放林的地嗎 我們來看看 這是隔夜 周遭的校地 一部分而已 過去那裡還有 隱城 走到石泉路 那裡還有隱城 那麽說 學生的憤怒 隔夜的校圍 都不應該出來 做隔夜的 到底是你去學店 還是你做 我說學店 是當主委 給你動作私產 我聽說 這是南河新的土地 就是這樣 不然學生 在透明革命的時候 你如果 站在坐海埔 這我覺得 還是 大家 民主社會 大家來探討的一個問題 值得受公平 這就是我們 杜聰明大道 共享自由路 自由 可以說 這是 大家屬客 大家學生 高夜創犯人 應該 是 創建一個 自由民主的學風 吼 吼 我們看大土地 現在都變成做學生 我覺得 這到底是誰我哥 好 我看這個 旁邊有一個 附設醫院 對面就是 附設醫院 對面就是 所謂的隱城 那 哪個哪個